好神矽喉創作材料介紹 矽喉台一個 這是等一下我們要創作的矽喉台 好神紫卡一張 等一下我們要在這個紫卡上面才會上色 所以要自備的才會用具 還有一個冰棒棍 自備的材料還有雙面膠跟透明膠帶 首先我們將這個好神直接上顏色 我們要將這個顏色直接畫上淺色 然後再去做線條的彩繪 我們將好神的圖案呢 塗好了以後我們再做花紋的畫法 然後再來把它拼貼起來 好神的圖案呢 要小心一點齁 畫好了以後我們將它剝下來 好 那小朋友在拆這個好神的這個卡紙呢 要小心一點齁 不要將這個卡紙撕壞了 撕壞了呢 就沒有辦法再去做 組合的這個動作 好 這兩個呢 綠色的這一個部分 小小的這個部分呢 是這一個 好神的這一個手 一個是拿一個寶劍 一個是拿一個卷宗 然後這個是脖子的那個圍起來的地方 好現在我們就將它折疊的部分呢 我們就將它折好 然後來做黏貼 直接 好我們將這一個 肉呢 直接 將它的身體先結合好 好從下面的地方先把它扣起來 然後它每一個結合的地方都有卡榫齁 所以小朋友要小心去 把這個紙呢 塞進去 好先把底部的這個身體的地方呢 先把它組合起來 再將這個頭的地方呢 做好 好 好 先看一下齁 先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們將這個好生上面的 頭上的這個裝飾的罐齁 把它卡進去 卡到這個紙卡裡面 這樣就好了 接下來呢 將這個左右兩邊的這個手 也把它卡進去 它旁邊呢 有卡榫 然後我們就將這個紙呢 卡進去 好 那我們再將另外的一隻手呢 我們也將它黏上去 好 那這個好神的這一個神像呢 我們就把它組合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將這一個棒子呢 貼在這個好神的後面 那我們就要用 雙面膠 或者是 用泡棉膠 先將棍子呢 貼好 然後貼在神像的這個身體的後面 好 因為 避免它滑動 所以我們就用 雙面膠先跟它固定 然後再用透明膠帶 貼住 好 那我們將這個好神就組合好了 那有的同學有其他的造型啊 那我們就可以一起來 在這個西偶台上面表演 好 看一下 那這西偶台呢 我們也要將它透過這個後面的這個虛線啊 將它後面做成一個台子 好 然後呢 就讓小朋友呢 一起在這個西偶台上面表演喔 好 這樣子呢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好神呢 在這個西偶台上面表演 這就是今天我們示範的作品